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湾区直送》 我是王家彤 沉寂一时的大湾区政策 随着内地疫情缓和有新进展 人行等内地四个部门发布一份 关于大湾区金融建设的意见 当中提到目标是促进区内的 跨境贸易便利和互联互通 究竟这30条的措施具体有什么内容 大湾区金融发展30条意见出台 表明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亦都会强化本港作为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 里面说的那些意见都是以往 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 曾经用过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开放经常账、资本账 这些流程、手续 甚至有些是跟过去内地的贸易 自由贸易区的政策是相对似的 看回这次意见的具体措施 的确是观察到去年2月的时候 大湾区规划干要的内容 但都有进一步的指引 在促进区内跨境贸易便利 干要上是说 要扩大两地居民和机构跨境投资的空间 到去年11月推卫港16条 就提出建立商向理财通的机制 向两地居民提供跨境理财产品的选择 今次再重提建立跨境理财通 就说明支持湾区内地居民 可以去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同时港澳居民都可以买内地银行的理财产品 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 之前干要说支持香港机构投资者 可以在湾区募集人民币资金 投资香港市场 境内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基金 今次意见就进一步说到 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 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投资湾区内地私募股权基金 和创业投资企业 亦都支持内地私募股权基金境外投资 短期内的这些金融的安排 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快地说建造效果 打通了内地和香港的这种理财产品的市场 以及一些私募股权投资的这个双向市场 使得这种市场的范围其实是在扩大 资金不互通一向是发展大湾区的弊病 这一系列的金融政策措施 究竟能不能够打破壁壘加快湾区的布局 现在还有待观察 但消息一出 港交所股价就上升 大摩认为这一系列的政策 有利于港交所未来的发展 能够扩大两地资金流规模 再看本港的客观环境 我们由去年的新历风波 到最近疫情缓和 街头上的警民冲突再现 还有在这个时候 推出深发两地的金融互联互通政策 是单纯因为配合疫情之后 还是有其他考量呢 疫情尚未结束 未来还有几天就要召开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 在这个时候出台文件 强调三地资金流通 主要的考虑有些什么呢? 可能有可能 政治局认为 今后可能有相当长一个事情 可能是比较艰难的国际环境 所以我们要 多考虑一些国际发展 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么我们有可能 跟香港的一些合作 大满区的平台 可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越港关系吧 可能我觉得这个 也是个比较重要的考量 因为香港 我们还是要 预期以后也要考虑怎么发展的问题 去年10月份 广东省金融管理局曾经透露 澳门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已经情报中央 虽然其后澳门金管局 澄清只是处于研究的阶段 但是外界一直关心 中央会不会扶植澳门发展金融中心 不过看回今次发布的意见 四大总体原则 提及会支持鞏固和发展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但是关于澳门金融的内容 就着脈很少 有学者认为内地现在在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 香港的地位会欠得更加重要 国际金融中心 它是有很多条件的 包括一些 它长期以来形成的 法律制度 金融的规则 还有国际化的人才 这些方面 条件来看 肯定是香港 是最有明显的优势 国家统计局公布 4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 比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 头4个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 比去年同期少105万人 广东府门大桥 因为桥面震动 封桥10日后 星期五早上9点恢复通车 但继续禁止货车 和载客40人或以上的车辆通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